专注于带来潜力求然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天疯狂3月第三轮第二个比赛日 来自于大西洋地铁运动联盟的15号种子圣彼得大学 以67比64下课上击败了同属东区的三号种子普渡大学 晋级下一轮 创造了风三历史 因为从来没有过15号种子杀戮精英八强 圣彼得在第一轮就通过加时赛将2号种子肯塔基淘汰回家 第二轮又轻取7号种子莫瑞周莉 今天的比赛中也士气震望 能看出来他们很享受演绎这种小人物逆袭的剧本 队中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进攻和防守之中 球队大三主将Daryl Banks今天有14分三篮板的入仗 剃补的神经刀屌丝 Dog Eider虽然只有6投1中 3分球3投1中 但创造了8次罚球 命中7击 也有10分的贡献 普渡这边 内线的小瑶米尔克伊底被完全限制 虽然投篮7投5中得到11分 但身高224公分 只抢到两个篮板球 被夹击到信心全无 以至于教练关键时刻都不敢用它 外线核心 JD Eivy则手感冰冷 全场只有12投4中 一些投篮看起来非常的离谱 只有最后时刻的一个抢投3分 还像那么回事 本场Eivy只拿到了9分8篮板两注攻 还出现6次15大失水准 全队上下只有替补中锋 Trayvian Williams发挥正场 15投7中 赶下了16分8篮板两注攻 但也导致下半场普渡其他球员 就指着威廉姆斯得分 扛着球队前进 显然不太现实 赛后圣彼得的主教练表示 他们说普渡太高了 JD Eivy太强了 我们还不够好 但我们就是要证明 这些专家是错的 圣彼得下一轮的对手 将会在U7A和北卡之间产生 在圣彼得创造历史晋级8强的同时 堪萨斯也以66比61艰难的战胜 普罗维登斯大学 拿到了另外一个 金银8强的名额 对中的转学神 Rami Martin 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3分 外加7篮板3注攻 核心球员斯文野兽 Ochia Bagi只有5分4篮板的入仗 最终有5人得分比他高 证明了堪萨斯实力的均衡 他们下一轮的对手 将会在爱荷华周历和迈阿密之间产生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